有些人我理解这个是从人的心理上来讲 在某个阶段他都会有一个担心 比方说去投资出租房的时候 经常会问的是 我这个房子如果买下来租不出去怎么办 租不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比方说我这个七套房 同一个社区 我的这个物业经理给我发来信息 说你看隔壁楼的房子 他们的租金租的好低啊 你现在租金是不是要的太高了 让我去捡这个租金 我就跟我的物业经理说 就我所知 他们第一呢 是你看他们的照片不够好 他们的照片就没有用专业摄影师的照片 我用的是专业摄影师的照片 我出租我的房子的标准的做法 是一定会花钱请专业的摄影师去拍这个照片的 你在网上去挂房子往外招租 人第一眼看的是什么呀 第一眼看的是你的照片呀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呢他们营销做的不够好 他们没有把房源挂到Zillow上 以前的时候你通过经纪人 把房源挂到MS上面去 MS的数据会自动通不到Zillow 但是Zillow就是收费的 那很多人就不去付这个钱 不去挂Zillow上 那你就损失了很大的一个潜在租客的来源 第三呢 他们在筛选租客的时候标准有点太严了 比方说他们要求呢 每一个申请人 因为很多申请人 他是按家庭 以家庭为单位来申请的 那我们一般的要求是 你这个家庭收入是租金的三倍 好了 我可以让你来租 对不对 这是一个基本常见的要求 但是邻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每个18岁以上的人 都要收入是租金的三倍才可以 那你想他得排除多少申请人 所以他那个房子就不好租 不好租呢 降价了很多 所以你说租不出去 你要看具体的原因是什么的 出租 招租 这个营销管理 这里面是有很多的学问的 你要去具体的去看 究竟是什么环节有问题 然后去解决这些环节的问题